美国总统拜登再次回应乌克兰问题 表示如果真的发生侵略 他一定会对普丁本人祭出制裁 俄乌局势紧绷是二战以来 最重大的潜在冲突 虽然克里姆林宫至今否认要入侵乌克兰 但是西方国家保持高度警戒 俄罗斯最大贸易伙伴 欧盟考虑要采取经济措施对抗 但欧盟想出手之后 制裁却又面对两难 因为40%天然气还有25%的石油 全仰赖俄罗斯进口 如果被一次切断能源供给 将会让欧洲度过非常寒冷的冬天 但美国却要欧盟别担心 白宫计划恐沦为至上谈兵 用多方能源供应来因应 实质上相当困难 还可能会剥夺其他区域能源供给 美方强调虽然以下令部队高度警戒 但完全是基于对北约的义务 如果俄乌真的宣战 无论在政治经济上 都会对全球带来严重后果 面对一触即发的恶物问题 拜登也只能先靠嘴皮威胁 希望普丁别轻易发动攻击 三天新闻 陈思伟报道